大家好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了同志比律师 跟大家聊一聊目前我们现在华人社会 一些朋友的一些担心 当然了 法律还是要遵守的 你应该这么讲 其实美国的无论是肥巴还是肥卡 我们在这个节目上跟大家谈了很多次了 其实就像刚才同律师讲的 主要是你的资产的申报 而不是说你的收入的申报 不过同律师有一个东西 这是我也替一些朋友问到一些问题 有一些演艺界的朋友 上次我在这个节目里也反映过一些 中国大陆的演员 他们到美国来都想到好莱坞发展 他们就跟我讲 他说我每年都会来一段时间 但是我都不会待全年 我说为什么呀 税呀 我说对 我说好像我听同律师跟我们说过 如果你超过一定的时间的话 你就被算成美国纳税人 尽管你没有绿卡 甚至你都不存在你这个公民的问题 但是呢 你也要给美国政府纳税 而且是全球纳税 全球纳税 现在来了 对 他说怎么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同律师 应该是三年183天 我算法不是这样子算 蛮难算的 基本上其实就是120天 你就这样子想就多 120天 就是每一年 你在美国的时间 不应该超过120天 OK 怎么那个183天的概念 OK 这样子讲好了 台湾的会坏一点 香港会坏一点 美国的话 中国的演员比较好一点 主要是这个 他的算法是这样子 他是120天那一年 前一年 如果你也有120天 他是一种三分之一跟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比如说最前一年 比如说你第一年好了 你第一年 你有120天 那三分之一 就是40天 40天 然后第二年 你的也有120天 他是算二分之一来算 就是60天 那就100天了 已经100天了 那如果你今年也是120天的话 他这一年的话 他是算1比1来算 就是1 over 1 那就是120天了 120天 那你这样子加起来的话 已经是183天了 已经超过183天了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算 但是中国大陆的电影演员有个好处 原来是中国跟美国有一个纳税的协议 就是Tax Treaty Tax Treaty Tax Treaty也包括在这种 那种演员身上 他基本上是有点像是这样 你是美国的 你是中国的公民 不是美国的绿卡 也不是美国的纳税人 那你是超过了183天 应该是刚才这种算法 183天 那照理来讲 你应该是纳美国的税 然后是全球高税 但是因为中国跟美国有一个Tax Treaty的话 它是允许你 这样有一个英文叫Tai Breaker Tai Breaker 他意思是说 搞定你是美国的纳税公民 还是中国的纳税公民 他就允许你说 看着你的跟哪一个国家最close 那通常绝对是中国 那当然 因为你的家人全部在那边 你的医生怎么样 你事才也在那里 对 所以他有个Tai Breaker的意思是说 他允许你 中国是你的Tax Home 那意思是说 召唤这种客人超过183天的话 他也允许你说 你是中国的纳税公民 不是美国 所以你在美国交的税的话 只是交你在美国赚的这个钱 中国赚的钱不需要 但是问题是Tax Treaty本身是一个很 怎么讲 一个很special的一个practice OK 我那么多年 我可能只做了两三个Tax Treaty 就是我差不多 才会遇到 对 我差不多每五年 可能会碰到一个 我有时候 我碰到这种情况 我自己还要回去refresh我自己的 我意思是说 这个Tax Treaty本身 它其实有点像override这样子 就有点super sea 就是说你平常的Tax Law 是这样子算的 但是如果有Tax Treaty的话 那就我们又看Tax Treaty 我把它Superior Exactly 就有点像那个Constitution 有点像这样子 但是台湾的跟香港的就没有 那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初洪金宝也好 陈龙也好 来美国拍戏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有个助理 就拿着一个Excel 就在旁边 每一天每一天算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 哪一天走 哪一天又回来 就make sure 他们每一年在美国 不会超过120天 真的是这样子做 OK 非得严格的遵守的规定 那中国的话 中国的原因就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们有这个Tax Treaty 所以有点override 所以中国的话 基本上就不太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还是鼓励 就是说 就像中国在Tax Treaty方面 没有这个问题的话 我还是鼓励 中国在这边拍演戏的原因 最好是这方面 给跟自己的Entertainment Attorney 或者是他签合约 有多一点沟通 make sure 他们understand这方面的问题 那其实我也还是不建议 赵水平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还是不建议 最好不要超过183天 就是 所以我说句题外话 所以我跟他们说 如果我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你们在中国太有钱人 别到美国来发展 我说一旦变成了美国大税人 那你可就惨了 我昨天那个客人 他就是上海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放弃绿卡 放弃绿卡 我上个星期那个客人 当他知道他要付120万美元的税 然后这120万美元的税里面 有40万是美国政府的税 80万是加州政府 加州政府的税比美国政府还要多 他就说 我就问他 我说你会不会放弃绿卡 他说他不会 因为他小孩子在这边 他才50多一点点 他不会 但是他是上市公司老板 然后他说他也想留在 再过几年 他也想将他的生意全部卖掉 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就是他放弃成加州的居民 他搬去 我跟他讲 我说内华大州最容易 然后但是他直接 却搬到华润中 就是华润中 他就说他今年的这个月 就是这个月 因为我上个星期看他的 那时候还是五月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一定要这个月 7月1号 7月1号 我说你一定要6月的时候 搬去 Washington州 在那边租个房子 搞一个身份 然后换你的 Driver License 一大堆 反正一大堆 该做的居民 都做了 那我说你2018年 就不算是 加州的 税务居民 可能头一部分 还算 前部分不会 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他是上市公司老板 他基本上是这样子 他每年 减持 4000多万人民币的股票 减持 他就卖掉他 卖掉他 然后卖掉他的话 他中国已经付了 8分之20的税了 资本政治税 对 这个问题 其实我还 就是我下一个 想要请教您的 美国是不能够 双重磕税的 对 没有错 可是呢 这就是很多 包括您刚才 举这个例子 这个老板 其实还有很多朋友也是 他说 我在中国的股票 我是纳了税了 对 你不能再收我的税了 对 就说 这个怎么算 那我跟你讲 对 所以我要跟你讲 如果他是三年前来找我 四年前来找我的话 我会跟他讲说 你在中国已经付了20% 在美国联邦政府的税 是刚好互相抵消 对 8分之20% 8分之20%抵消 没错 就没有了 对 但是最近的话 因为两年前 欧巴马K3.8 就变成他要再多3.8 对 我们现在的capital gain增加了 对 没有错 3.8 其实capital gain蛮难算的 原因是因为 主要是看你的tax bracket 有些人是零 有些人是15 有些人是20% 有些人还要做多3.8 对 所以其实capital gain是有四个bracket 这个第一 第二 我说你们这些大老板 如果真的是要绿卡的话 然后你那个中国的资本 真的说你逃不了 因为你这股票是在股票市场卖的话 对这就中国卖嘛 你联邦的税其实加的很少 只是3.8 但是你记住加州 加州是12.2 12.2 所以刚才那个例子 对啊 我那个客人 2017年 他要交120万的税 40万是 联邦的 20万是联邦的 80万是加州的 2016年 他要交80万的税 20万是联邦的 60万是加州 加州比联邦还得多 我就说对啊 因为我们加州是觉得 我们加州风光明丽 天气又好 华人东西 你来这边 就是要付那么多税 但是我说 你班军华先跟照 他们就免税 或者班军华的 对啊 到里面的 所以现在问题是这样子 因为我昨天 今天去投票嘛 对 对 你也今天投票 然后我在选说 我今天选的那些投票 基本上每一个都是 只要你说低税 你是什么 对 他就投你了 我都投你了 那没事 因为为什么 我会表达这个概念原因 是因为加州的税高的 基本上你很多那些 这种好像我刚才讲的 这种大老板 本来是可以来加州的 对 他们选择不来 没错 这个第一 第二 很多那些电影明星 足球明星或什么 他们原来是加州的居民 当他们知道 每年他们要 交几十万加州的税 甚至上百万加到税 因为他们可能赚 一两千万的话 他就说 我干嘛要在加州 我就搬去内华达州 搬去阿兴顿州 甚至搬去佛罗里达州 或者德州 那我就不用交税了嘛 那我加州 我还是可以留个房子 反正我就每年 搬的飞来飞去 当然美国人也不管 你的vacation house 很难 很难 所以其实我想表达这个概念原因是因为加州其实真的将很多这种养钱人大老板赶走了 而且我们加州有一点不合理在哪儿 当他加这个特别是sertax的时候 他说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困难 所以临时我们加一下 等他临时加完了 就不改了嘛 也不改了 从来不换掉嘛 每次那个sertax也是这样子嘛 对啊 对啊你本来告诉我们说你说我们只是临时的为了这个奥巴马care 我们要实行叫做这个这个在加州搞所以我们需要这笔钱 大家认为说两年就好了嘛 现在议会通过决议了 不改了 他就教你教你多四万块钱 哦对 四万块钱跑去哪里 我们那些homeless people 那些mental health 全是就四万块钱来的 对 然后我昨天看那个报告 他说我们每年为了这个事情raise了两个billion 两个billion 对 需要酬两个billion 两个billion 二十个billion 我说oh my god 我说那些九千人不笨 我赚了一百万之后 哎我今年这样子 我明年我这一百万保去另外一个州 我就不用付这个东西 那我说我奇怪 我说如果你是德国人 你是法国人英国人 你可能不见得愿意为了省一点点税 由德国搬去法国 法国搬去英国 那是不同的语言 对不同的国家 但是问题是我们加州不是 我们加州旁边就是内华达州 阿里沙奈州 德州 我们是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法律 他为了省税 他就说 哎我加州房子急需留下来 但是我不做加州的居民 那我就不用交加州税 那是真的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发一个加州的tax return 他又没有加州的地址 难道加州政府要将 美国其他的三一人口 每年都要筛选 然后说你们这些人住在外州的 会不会是加州的税务居民 你这个很难 这个操作上很多问题 谢谢大家 支持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